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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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關 希望民眾也可以幫忙把關 笑死人了 我們都不知道廠商裡面 葫蘆賣什麼藥 我們怎麼幫各位把關 對不對 所以做這一系列的影片 因為我們不知道廠商這些食品加工廠 他們的生產過程 然後他們的行銷方式 我們一般民眾都沒有辦法了解 因此只有藉著這個不同通路 購買相同商品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產品上面 略知端倪 略知一二 可以大概知道說這些廠商呢 平常他們的行銷手法是怎麼樣 我們目前做到第三集 已經看到一些相似點了 我相信各位如果有持續看我們影片的話 應該也有發現對不對 這些食品加工廠的做法和行銷方式 其實還蠻接近 開始之前 你訂閱了嗎 趕快幫我們按下訂閱哦 記得按下小鈴鐺 會有芯片即時通知 好啦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實測 今天我們要實測的對象是 這批 微利炸醬麵 曾妮婆 你第一次吃微利炸醬麵是什麼時候 我很小時候就印象中它乾麵集的是最好吃的乾麵 對 我們小時候 講到泡麵的乾麵類 一定就是微利炸醬麵絕對是首選 所以我們選了這一款來實測 因為大家都吃過 如果有什麼差異性的話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趕 你們都可以去買回來 在家裡自己實測看看 那我們這次要實測哪幾間呢 第一家呢是Semi Eleven 這個是全聯 然後這個是網路 PC Home 嘿 PC Home 這家是家樂福大賣場系列 跟大家報告一下他們的價位 我們從價格開始比較 前年的話一碗是20元 Semi Eleven一碗的話是23元 再來是網路的部分 網路是三包裝的 算起來是平均一碗是21.7元 大概22塊啦 四捨五入的話 家樂福也是一樣它是三包裝 算起來是一碗19塊錢 哦 對不起 所以這是我們家樂福的熔燈 最便宜的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它的外觀和印刷 來看看它的外包裝有什麼差異 那我們剛才觀察下來印刷部分的話 瑋莉雜醬用非常公平 幾乎都是TEAM我一樣 給它一個讚 沒有色差 沒有 完全沒有色差 也沒有大小至深淺的顏色差別 都沒有 想不到這個 我們從小吃到它有老牌子 果然有它的一套 它滿公平 對 難怪它食安風暴沒中 好 那我們再來又是編號囉 這家SAMMAN那個 2020年 它是C 這家是全聯 它也是C哦 這家是網路PC後買的 它就是K哦 不一樣的生產線 然後呢 這個是最便宜的家樂福 它也是K 日期都差不多啦 5月和6月 唯一有差別的是 這一家 字印的很合 剛好沒目的 剛好沒目的有可能哦 我們按照慣例 幫它們量體重 幫它們秤重 我們是連這個碗一起秤嘛 因為覺得說它這是一個包裝嘛 所以我們發現呢 這杯Lemon的 全聯的 網路的 家樂福的 竟然有差別 而且還差滿分的 這兩款比較輕耶 體重最輕的是它 我們現在再來量它的麵體和醬包 分開量 由於它這個湯包呢 我們擔心克數太輕哦 單獨秤 可能會測得不太準 所以我們這次決定呢 把它和這個醬包呢 一塊秤重 好接下來我們來秤它們的麵體 我們從7-11的開始 80克 這是全聯的 80克 這是網路PC後的 76 家樂福 78 7-11的 19 全聯的 20克 PC後的 19克 家樂福 20克 根據我們實測的結果呢 發現這次 網路的產品 表現得不是太好 它最瘦 東西最輕 麵也輕 醬料也輕 紙碗也比較輕耶 好那我們剛才整體麵體比較完之後呢 還是7-11的 那我們到我們最喜歡的時間 開始 泡泡麵試吃啦 這一局算起來呢 以綜合評比來講 麵炭湯 都是網路 我是覺得最酥啦 然後CP值來講的話 我們公認最好的就是 竟然是全聯喔 湯的部分是家樂福最難喝啦 好水喔 超水超難喝 所以你想要買 微粒炸醬麵的話啊 我可以建議你就是 就竟到全聯買還不錯喔 網路買沒有比較好喔 事實證明網路比較少喔 那如果你要高級一點 精品一點就是7-11喔 好我們今天的 人家有休閒就分享到這裡了 有任何建議或希望我們開箱什麼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追蹤我們的IG 訂閱我們的FB 人家有休閒 下集會更精彩喔 掰掰 掰掰